文字幕志愿者 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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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意這邊喔 我們要開始上課了 我們上禮拜 不要講話啦 上禮拜 上禮拜我們是 上街什么 林柏宇在哪 上礼拜我们谈什么 记得吗 林柏宇 然后我们上礼拜有一个作业 什么作业 有谁有作 做的举草 没做的举草 那表示都有做啊 没做的举草 好 手放下 少数有做 那个作业很重要 那我给同学们了解一下 那个作业的名称 那个名称呢 我们称它为 双向细木角 双向 不是这个向 是这个向 双向细木表 双向细木表 然后呢 双向细木表的目的是什么呢 双向细木表 什么叫双向 两个向度 叫双向 双向细木表 双向细木表 双向细木表的目的在什么呢 在简合 简以如 双向细木表在简合什么 简合你在做设计题目的时候 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 主题是问卷 的设计 问卷的设计 已经开始要做 进度到问卷设计 问卷 假设 过去我给你们的一些概念 问卷不是只有问卷 问卷是一个工具 问卷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工具 工具 为了收集资料 我们有一个工具 为了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用的一个工具 南沙城 请到这边 收集资料的工具里面 我们有问卷 有什么呢 这是一个叫做问卷 另外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称它为量表 我们称它为量表 我可以称它为测验 像我们 玄杰 他比较有兴趣 在做认知测验 认知测验 玄杰 你认知测验 你叫做测验 它也是量表的一种 它是测验 就好像说 我出了题目 出选择题 出是非题 给你们去选 那个也是一种测验 了解它的学习的 到一个程度是什么程度 那个能力是什么 那个是测验 坐下来要讲话吗 看这边好不好 好 那这个问卷 今天讲问卷测验的时候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们讲的双向细目表 双向细目表 为什么叫双向 XY轴 XY轴呢 假设你这样看 我把隔线画出来 隔线把它画出来 所以就有双向细目的 双向X轴Y轴 不要再讲话了好不好 这很重要的概念 双向X轴跟Y轴 我上礼拜给你们的作业里面 特别提到一件事 特别提到一件事 那个是要你们去 照你们的 在170页 我上礼拜跟你讲 170页 照这个去做 双向细目 双向细目呢 它是写 譬如说 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 假设我不看它 我可以这样写 人口变向 人口变向 是一个部分 人口变向呢 譬如说 这有一个提 提号 第几号到第几号 然后呢 可以有提数 这是双向 告诉你 在这一个因素里面 我们叫做 构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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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叫做 人口变向 如果 如果说 我要问的是什么 我要问的是 年龄 交易程度 然后收入 再来是 家庭状况 经济状况 四个 那我可能是 一到四题 总共提数是四个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或许说 我第二个 像以这个题目来讲 它叫做什么 企业目标 我们讲企业目标 假设在这个来讲 企业目标 企业目标呢 这是 譬如说 5到 5到20题 那总共有多少 总共有16题 总共提数有16题 那也许我们 假设我们叫做 中程度 假设 中程度 也许呢 是在 21到 20 譬如说 30题 总共10题 好 这是 题目 总共题目的 双向细目标 那当然 还有更详细的 双向细目标 我举个例子说 我们知道 学习语言的话呢 学习语言 有谁知道 学习语言分大 四大部分 学中文 学英文 学其他各种语言 分四大部分 谁知道 哪四大部分 谁知道 黄之号来了没 没有 赖军孝 是哪 没有 赖军龙 没有 詹子欣 李洪伟 好来 学语言的话 有四大部分 你认为哪四大部分 你知道吗 李洪伟 我在跟你讲的时候 就已经包括四大部分了 不 已经包括 两部分了 有吗 有 然后以黑板为主 你知道吗 我们在录的时候 以黑板为主 我跟你讲的时候 有什么 对吗 听说吗 听跟说两大部分 然后还有什么 读写 假设这种概念的话 我们 这是一个提速 提速是一个 双向性目标 那如果现在呢 我们把它扩大 扩大变成说 听说读写 双向性目标 我如果说现在是英文 我听是一个部分 听是一个部分 然后说又是一个部分 然后读是一个部分 这个呢 我们通通叫做它的构面因素 因素构面 因素构面 这个呢 叫做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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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我这里乘一个构面 那为什么是双向 这边是y轴嘛 这边x轴 那好 我这里呢 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哦 那我怎么写 譬如说 第一个 什么 我们讲说 buying things in supermarket 这是第一个部分 总共呢 假设啦 在supermarket买东西 这是听 而且呢 总共有多少 总共是两分钟 的一段 这是听 假设哦 我这样写哦 是听 我规划 成为这样子 supermarket 里面有 两分钟的内容 再来 我在这个内容里面 然后呢 这是时间 这里呢 假设我说 两分钟的时间 我在 在听 让他听 supermarket 譬如说什么 Jerry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in the morning 然后呢 he want to buy 譬如说什么 随便一个 buy some books and foods 然后呢 when they go to the count 然后呢 他怎么样怎么样 做什么 好 那这里 总共两分钟 然后呢 这问题呢 譬如说 问题有四题 四个问题 这个四个问题 这是问题 When did Jerry go to the supermarket 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听了完以后 他什么时候去的 What did he buy 他买什么东西 四题问题 那你想想看 这是不是叫做规划 测验的规划 对不对 双向戏目标 这里是把听的地方 他做什么 他去了 这一段是几分钟 然后又出了几个题目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 也许他叫做什么 叫做 by ticket 他买车票 或者买票 然后第一点是什么呢 譬如说 他是bus station bus station 在这个公共汽车的一个station 去买 然后他这个时间 一分三十秒 一分三十秒 然后题目呢 有两题 那总共听的地方 譬如说 总共加起来十题 那双向戏目标 很清楚哦 告诉我 这里有两段 总共一三分三十秒 总共有出六题 说的话呢 譬如说 请他说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然后呢 几分钟 然后用什么方式录 假设没有 那我们就是 写的部分 写的部分呢 总共几题 写几段 然后呢 或者说 我这里有一个文法 文法里面呢 肯定句举地 肯定句 比如说 进行是 有几题 然后过去是 有几题 抱歉 我手今天受伤 我写字没办法 很容易写 好 比如说这个几题 然后题目内容是什么 然后好 这个用处在哪 假设今天这是一个叫做 整个的一个测验 测验里面呢 它会有总共多少提数 多少时间 然后内容包括哪一些 是不是你要测的东西 那就牵涉到 我们上礼拜讲的哦 它是不是有 效度 将来会不会有信度 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正要测出 你的东西啊 这个可以帮你检视 你的题目 是不是你要测的东西 你的时间分配 你的题目分配 是不是正确 比例对不对 假设今天的主题 这比例比较高 这比例比较低 那你应该题目比较多 这题目比较少 这样懂吗 好 这个可以反映出一件事情 如果你学会这个 如果你自己知道 这是一个概念的话 将来老师命题给你 你考任何题目 你看到题目呢 你说哦 原来这老师题目 出的不怎么好 他要考的 居然这个比例分配 没那么好 然后呢 考试内容 不是真正 真正我学的内容 效度不够 或者说你一看 这老师厉害哦 他出的就是我们学的内容 然后呢 他学的内容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内容 可以检视你的所谓的效度 你不管是命 测验 测验 或者 命量 量表 量表呢 量表是比较 真正公信力的才是量表 IQ 测验 虽然它测验 它是真正是一个量表 意思就是说 它公信力很足够的 它可以测出真正的 大家的一个水准 好 那我先把这个 先说明以后呢 我把我的档案给你看 我也做了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就是双向西木表的一种概念 上礼拜一百七十页作业 其实要做这个东西 也就是后续我要做的题目了 要你们要做的题目了 好 那如果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先把这个这样擦掉 我用我的图给你们看 我用我的档案给你看 上礼拜 上礼拜不是 上礼拜不是说 这是复习一下 调查法有质量 量的部分就是比较偏向测验 或者说调查 问卷调查 那问卷调查的方式很多种 对不对 那有哪一些优点 然后呢 问卷的题项设计 今天主题在这里 后来 我们的调查方式 比如说可以在现场调查 我还举那个高铁 我们同学去高铁测的时候 一种故事给你们看 然后怎么样比较容易回收 有些人是给小礼物 有些人是 譬如说有些人根本也没有礼物 可是他这样写的 他说 假设你对我的研究报告 结果有兴趣的话 你留email 我报告做好会给你参考 类似这样子去把它催收回来 然后上礼拜还把这几个问卷的一个模式 包括访谈电话访谈 问卷也可以用电话的方式 也可以邮寄 也可以网路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研究架构的图例里面 像这个是一个例子 还有我把这个当作一个重要的例子 今天我用这个例子 继续往下发展 五个例子里面 我把像这个是 只有关联性 人口变相跟一个一变相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有什么关联性这种方式 今天我会用这个当作一个例子 这例子里面包括很重要 虽然复杂了一点 虽然复杂一点 科技业的工作人员的薪资 员工薪资 跟态度 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这一些呢 这一些 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表格化 怎么做呢 我看我下一个档案 你看我下一个档案 我把这一个上礼拜做的部分 给它修正以后呢 把双向性目表做一个检视 有双向性目表才能发展出 你们 我档案太多了 要瞧一下 在哪里 在哪里 呃 抱歉喔 等一下 我查一下 好 這個檔案呢 來 我給你們看 我換一個顏色了 問卷設計 等一下我再說明這個量 好 這裡 這個是一個我剛剛講到 上禮拜談到這個 我把它畫好給你看 然後呢 這裡面的人口變數 人口變相 變數要自變相 其他都是一變相 然後在這些一變相裡面呢 我發展出給你看 譬如說人口變相 人口變相是這一塊 科技公司 科技業的員工 他的薪資 工作態度跟工作滿意度 好 我必須要從自變相看起 自變相呢 人口變相 好 就是這一些 至於科技類別 公司資金 上市情形 公司規模 產品性質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上禮拜 是把它變成這樣子嘛 討論大家想法 然後我就這樣打出來 好 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人口變相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我藍色的字就是 我寫給你參考的 請問您 上班公司的類別 歸屬為什麼 勾選 勾選出來以後呢 我們將來獲得資料 就知道說 我後面那些 後面那些 到底是 誰的 到底是 屬於哪一種行業的人 填的資料喔 來看一下 我告訴你 再看一下 假設這裡啊 雇主關係 薪資報酬自我價值 等等這些東西 我後面會有 12345啊 題目出來啊 出來以後呢 他就勾選嘛 勾到底是誰勾的 是哪一種人勾的 你就可以看出來喔 原來是 LED產業的人勾的 原來這些是屬於 網路公司勾的 原來這些是屬於 通訊業的工作者勾的 然後把他們的資料呢 就可以做比較啦 這樣懂嗎 所以人口變相是這個意思 公司資金上市情景 公司規模產品性質等等 這都是需要去做的嘛 都要去把它類別出來 譬如說公司規模 你怎麼寫法 來誰 張家元 公司規模 你看看 如果是公司規模 你會怎麼寫 假設四個選項 假設可以四個選項 四個框框 你會怎麼寫 公司規模 你會怎麼寫 沒關係 沒有對錯的問題 你想出來就好 張家元 公司規模 你畢業想去什麼公司 還沒想 好 那 你當時要念書的時候 你有幾個科技大學可以選 你選哪幾個 那幾個學校的規模怎麼樣 那規模是什麼 譬如說 你選中華 東南 景文 聖約翰 台科大 北科大 你去選 你說它規模如何 那你會怎麼想 什麼叫規模大 什麼叫規模小 譬如說 隨便講 東南跟中華的科大 兩個科大 哪一個規模大 東南 東南為什麼規模比較大 是哪裡大 規模 校地嗎 科系嗎 人數嗎 還是什麼 這不叫規模了嗎 是不是 好 那公司呢 公司規模會是什麼 來 張家元 想一下 黃世民 你幫他答一下 規模是什麼 你剛要告訴他 你的答案告訴大家 大小 大小有很多種比較方法 什麼叫大 什麼叫小 譬如說 员工数 员工数也是规模 还有场地也是规模 还有没有 资金也是规模 公司资金 如果说公司资金跟公司规模 你把资金放在规模里面 那你资金就不要列啊 可以啊 这样知道吗 好 等一下我会把它当作作业 你们来 有一组来讨论这个 好 这是一种人口变数呢 把它做成一个双向性目标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的 列出来啰 列出来什么 一个 好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雇主关系几题 然后呢 薪资报酬几题 题号是几号到几号 也许是这样概念 好 这是第一个叫做人口变相 人口变相呢 我们没有所谓的 比较不容易去用 分别 强度如何 强度如何 大概都是一项一项 那单项去选 等一下我会说明这个概念 这个 这个量子分类概念 这个这种概念 量子分类 我会说明 我现在还先不讲这个量子分类 好 这是第一种概念 第二概念呢 我把它列出来 其中一项 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工资 薪资 工作态度 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因素购面双向系目标 这里面呢 我把第二个工作满意度抽出来 工作满意度也要有一个双向系目标啊 因素购面双向系目标 抱歉了 打字打错了 我把它改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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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